所以最终的样的一个流程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连接的网址拼接完成之后 让用户去访问他 让用户去访问他的话 首先访问的网址对应到哪了 对应到微信了 所以对应到这个微信的时候呢 微信就会让用户去输入一下对应的授权 一旦授权之后呢 微信就会把用户给引导到哪呢 引导到我们给他拼接到这样的一个网址当中了 所以这个网址就是刚才我们在后端去写的了 所以他在引导过来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code给我们带上 紧接下来我们就是按照他所对应的流程 拿着code去获取XS token 再拿着XS token去获取资料 获取完资料之后呢 再把资料给你贴入到页面当中 再返回给用户 所以用户就能够看到他具体的页面了 这就是关于你在一个网页当中 能够去拉取到用户资料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过程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链接地址之后 那这个链接地址呢 你想怎么去操作就可以了 那当前在这个测试号里面的话 他没有给能够去提供一个 能够直接去设置这样一个菜单的 你看一下正常的一个公众号平台这里面 实际上是不给大家设见到过呀 有一个自定义菜单吧 在自定义菜单这里面实际上就有一个 你可以去编辑一个菜单名字 然后呢点击一下跳转网页 然后呢你把你刚才的那个网址往这一放 用户只要在你的公众号当中 一点击进入到你的网页里面 是不是自己就是进入到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这样的网址来了 所以会通过这样方式来去做的 或者说你把这个网址拼进发生之后 你通过某种方式分享出去是不是都可以啊 你完全可以把这网址记录下来 然后拼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当中 他一进入之后 是不是能看到你的另一面了 所以怎么去处理都可以了 就是关于这样点 我们在这边